不久前 Toyota 刚刚在泰国市场 全球首发了一款新车 这款新车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虽然说它是基于这个 Corolla 打造 但是在于 Toyota 的定位 它是一台 V-Segment 的 SUV 其实 Toyota 在市场上已经有 CHR 这款 SUV 为什么 Toyota 还要多一款 V-Segment 的 SUV 呢? 而这款 SUV 会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会和大家聊聊 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有什么卖点 还有它有没有可能来到马来西亚? 其实在 Toyota Corolla 之前呢 Toyota 还有一款 V-Segment 的 SUV 叫做 CHR 也是我们香港熟悉的车型 这款车型一开始其实是为了欧洲市场打造 所以它很多的细节包括了空间表现设计 都是专门为欧洲所设计的 因此它的成本很高 售价也比以往的 Toyota 车款高 但是因为这款车发布之后受到了全球的瞩目 所以当时的 Toyota 才会决定将这款车投放到其他的市场 而这款车的销量确实不错啦 但是也仅仅是在欧洲啊 中国啊 日本还有美国有不错的销量 所以在较为注重售价还有空间表现的 东南亚市场和其他市场 这款车的销量其实就非常普通了 因此 Toyota 需要一款车可以符合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市场的需求 因此才会推出这个 Corolla Cross 作为 B-Segment SUV 那么 CHR 和 Corolla Cross 有什么差别呢? 当然 Corolla Cross 最重要的卖点就是它的空间表现更为实用 根据原厂公布的数据 这个 Corolla Cross 它的主要对手是指定了 Honda 的 HR-V 还有 Mazda 的 CS30 所以在空间表现上面呢 这个 Corolla Cross 是稍微有一点点优势的 以下我们会放出 CHR Corolla Cross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为了让空间表现更出色 Corolla Cross 不管是在车长车宽车高方面 都比起 CHR 更大 只有轴距还是一样的 2640mm 也因此呢 这个 Corolla Cross 的空间表现啊 跟它的同级对手跟自家兄弟相比 它完全都不落后 另外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卖点 就是它同样的采用了 TNGA GAC 平台打造 后悬吊没有意外的话 还是跟 CHR 一样的 double wish point 这也是 Corolla Cross 最大的卖点 它除了空间表现不错之外 它的操控表现也会有一定的水准 除了空间表现以外 这个 Corolla Cross 还有什么地方比 CHR 更优秀呢? 就是它的售价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CHR 是为了欧洲市场打造 所以完全是以高规格为标准 导致它的售价很高 就算是在欧洲 它的售价还是贵过像是 CS3 啊 或者是 Honda HRV 这样的车款 所以呢 导致它来到东南亚市场之后呢 竞争力比较低 因此这个 Corolla Cross 它在泰国的售价 比起 CHR 是更低的 这主要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选择这款车 以下呢我们会列出这个 CHR 还有 Corolla Cross 在泰国的售价 大家可以做一做参考 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觉到 这一个 Corolla Cross 呢 它的售价是比 CHR 更便宜更清明的 其实早在几年前 很多汽车制造商就已经把这个开发重心放在了 SUV 上面 只有这个 Toyota 还在不为所动 但是这几年 Toyota 开始奋力之坠啊 也推出非常多的 SUV 车款 所以我相信呢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呢 就会是 Toyota 今年最重要的车款之一 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问 这款车会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我相信是会的 因为目前啊我们不看像 Fortuner 这样的硬派 SUV 车型 Toyota 在本地适合家用的 SUV 只有两款 一款是 RAV4 一款是 CHR 这两款车型的价格都比较高一些 因此 Toyota 需要一款中价位的 B-Segment SUV 来和市场上同级对手来竞争 现在的问题在于 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如果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会是 CBO 还是 CKD 如果是 CBO 的话 因为入口税的关系啊 这个车的售价应该不会太便宜 如果售价高的话 就会失去了和其他车款竞争的能力 那么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会不会 CKD 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这个 Toyota 在 Buket Raja 的全新工厂 其实已经具备了生产 TNGA 车款的能力 所以呢 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会不会成为首款 在本地 CKD 的 TNGA 车型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的疑虑在于引擎 Corolla Cross 在泰国提供了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就是 1.8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1.8 的混合动力引擎 其实跟 Toyota Corolla 是一样的 在我国呢 Corolla 因为是进口的关系 所以只引进了 1.8 的自然进气引擎 如果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是 CPU 的话 我相信得到的应该也是 1.8 的自然进气引擎 可是其实这个动力配置是合理的啦 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同级对手 像是 HR-V 其实也是 1.8 的引擎 在这样的急剧上面 1.8 的引擎是够用的 但是如果它是 CKD 的话 那么还是会有机会引进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因为我国的政府有提供一个 EEV 的认证 只要获得了认证啊 那么汽车的税务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减免 所以如果是 CKD 的话 Toyota 很可能通过 EEV 的认证 来降低这个 Corolla Cross Hybrid 的售价 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动力更强的 Corolla Cross 啦 自从在泰国首发过后 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呢 获得了非常正面的评价 我个人其实也是蛮喜欢这款车 因为我觉得这款车的外观设计还是蛮时尚的 而且空间表现也比较合理 重点是它搭载了先进安全备备Toyota Safety Sense 这个是之前在CHR 上面看不到的 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啊 包含了像是自动紧急刹车啦 这个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然后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等等的先进安全备备 让这辆车的安全性更上一层楼 这个也是Toyota Corolla Cross 和它的主要对手相比最大的优势啦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这款车呢? 如果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啊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所以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喜欢这次的影片啊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